为了在即将开始的亚洲杯比赛和明年的世界杯预选赛上取得较好的成绩 中国足协日前做出决定 拼请英国专家鲍克斯顿为中国国家队的技术顾问 并非要让他来取代齐武生 但是事情发展是这个变化是很多的 那么如果说这次亚洲杯齐武生没有完成任务 就要把他撤掉 作为我个人来讲我还没有这个考虑 就在整整两个月之前 中韩足球对抗在第一回合的比赛 在韩国的汉城举行 中国队首先是郝海东 利用一次投球攻破了对方的大门 在随后的比赛里 韩国队发动了凶猛的攻势 先后三次破门得分 也正是这场比赛 使越来越多的中国球迷 认识到了中韩足球的差距 是实实在在的 在这场比赛里 尽管韩国队没有排出绝对的主力阵容 但是他们赢得仍然非常的轻松 11月26号晚上8点一刻 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 马上就要开始了 中国队在这场比赛里 尽管也是排出的四四二的阵型 但是齐务生开始引导队员尝试一种新的打法 和两天前 同广东联队的那场比赛相比 两场比赛 中国队在开场时派出的阵容变化不大 球迷们议论最多的范志毅 仍然出现在惊人中卫的位置上 而已经有将近半年 没有为国家队踢过比赛的江峰 被安排在后腰的位置上 比赛刚刚开始 中国队的后防线便出现了漏洞 三号卫群在铲球时不慎犯规 被绊倒的是韩国队的11号高正云 他也是韩国队在封线上的一匹快马 卢向来点球命中 韩国队以1比0领先 由于尝试新的打法 中国队的三条线 在上半时的距离保持的不够理想 但是中国队的队员应该说拼的比较凶 在上半时他们还创造了两次比较好的机会 刘悦的直传 韩国队队员在防守时出现了失误 朋友国把球回敲 跟上的16号李明丧失了这次得分的好机会 在中场休息时 主教练齐悟生很关心队员们的状态 下半时中国队在封线上做了一些调整 由黎兵踢下了苏帽真 在比赛开始五分钟之后 黎兵妙传郝海东 郝海东在禁区里 用左脚一个挑射 把比分扳平 这个入球似乎让人们看到了中 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3月19号 阿联酋队在迪拜曾以3比2战胜韩国队 上半时韩国队已1比0领先 下半时刚开场不久 阿普杜拉赫曼即将比分扳平 过了两分钟 苏哈在禁区前沿 一记精彩的凌空抽射将比分超出 到了下半时第十分钟 队长攻击型中场奥托利亚利 利用任一球再得一分 韩国队虽有黄闪红 在三分钟后追回一分 但为时已晚 能够击败韩国队 为阿联酋队树立了自信 拥有天时地利人和的阿联酋 自然不会放过夺冠的大号时机 在亚洲杯第一小组预赛中 越南队曾经认为 他们可以像四年前的泰国队那样 阻止韩国队的脚步 然而一贯善于粉碎他人梦想的韩国队 这一次也没有给越南队 和他们的德国级主帅任何机会 在胡志明市山呼海啸般的 越南球迷面前 韩国人以他们一贯 简洁凶猛行之有效的战术打法 干净利索地打了韩国队一个4比0 事实证明了韩国队的强大 韩国队也就这样在小组赛中三战全胜 并且一球未失 昂首进入决赛 历史上韩国队在亚洲杯上战绩彪饼 他们获得过1960年1964年的冠军 此外还三次杀入决赛 最近的一次是88年赋于沙特队 韩国队人才积极 风险尤其锐利 队长高正云堪称核心人物 这位已经转会日本这联赛的前锋 是一把刺向对手的利刃 与高正云搭档的黄扇红 也是功成拔债的高手 95年亚洲最佳教练朴中焕率领的韩国队 此次一改前几届不太重视亚洲杯的状况 精英尽出 或许是由于与日本联办2002年世界杯的缘故 他们势必要与惠冕冠军日本队一争高下 科威特足球最辉煌的时期是70年代 在第七届亚洲杯的决赛中 科威特队曾3比0击败韩国队而捧杯 海湾战争曾经大大的损害了科威特的足球事业 但科威特重获新生后 足球水平开始逐渐回升 不久以前他们在海湾杯中 毫不留情地击败了西亚助墙 第八次获得冠军 科威特队近来的提高得益于他们的捷克教练马卡拉 他将科威特人的精巧与欧洲的力量结合起来 他们正在努力重振雄风 印度尼西亚队有史以来第一次打入了亚洲杯的决赛圈 在小组赛中 他们与弱旅印度和马来西亚队同分一组 这样的安排似乎更有利于马来西亚 但最终是印尼队脱颖而出 印尼队中值得注意的人物是尤里安托 这位曾在意大利桑普多利亚队送训的球员迅速的进步令人惊讶 与同组三支球队相比 印尼队的实力仍然有一定的差距 想在亚洲杯决赛中有所作为恐怕还有困难 接下来再看一看第二小组的情况 第二小组中有沙漠雄鹰沙特阿拉伯队 有东南亚蒙虎泰国队 另外还有两支中东禁旅伊朗和伊拉克队 沙特阿拉伯队是12支进军阿联酋的球队中最先取得决赛权的队伍 他们在资格赛中赢得非常轻松 在今年的1月和2月 沙特队就与同组的野门队和吉尔吉斯坦队 进行了双循环的四场小组比赛 沙特队的水平远在他们的对手之上 四场比赛全胜并且未失一球 这样沙特队干净利素地扫清了通向决赛的道路 沙特队曾在94年世界杯上为整个亚洲足坛争得了荣誉 在技术上他们可称得上是亚洲最好的队伍 打法细腻富于变化的沙特队 崇尚层层推进的地面进攻 他们的配合如行云流水 有亚洲的巴西队支撑 沙特队在任何比赛中均不慌不忙按部就班 显示出一支高水平队伍的成熟的心理 在巴西教练马里奥的带领下 沙特会有出色的表现 伊朗队在亚洲杯赛的40年的历史之中有着辉煌的记录 他们曾经三次获得冠军 但在近几年来 由于各种原因 伊朗人失去了在亚洲的霸主地位 在这次的亚洲杯小组赛中 由德国人奥托贾斯特执教的伊朗队 表现出了娴熟的个人技术和流畅的局部配合 在小组赛中 他们最终以六战全胜的成绩杀入决赛圈 在六场预选赛中攻入12球的10号阿利达 是伊朗队中最危险的人物 伊拉克队在本届亚洲杯小组赛中 赢得并不轻松 虽然只有两个对手 但其中的约旦队并不好对付 最终伊拉克队1比0小胜决旦 获得出现权 伊拉克近来在国际大赛中 并未交上好运 年初的奥运会预选赛 未能出现令足协大为光火 在冲击94美国世界杯比赛中 他们被沙特名将奥维兰一脚踢出 此次亚洲杯决赛阶段小组赛 他们又遭遇沙特 对于政治上内忧外患的伊拉克来说 在一次国际大赛中获得好成绩的意义 已经远远超出了竞技的范畴 泰国队近来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 在东南亚地区 他们的的确确称得上是只老虎 在亚洲杯第三小组的预选赛中 泰国队取得了四胜两平的成绩 从而压倒新加坡出现 泰国队近年来一直称雄东南亚足坛 被认为是唯一有望在亚洲杯上 有所作为的东南亚球队 泰国球员非常灵巧 脚下功夫也比较细腻 但是在整体技战术水平上 仍与强队有差距 亚洲杯的比赛 肯定不会令他们像在老虎杯上那样开心 第三小组因为有中国队 而备受广大球迷关注 上届冠军日本队 亚洲新军乌兹别克斯坦队 和神秘之师叙利亚队是摆在中国队面前的拦路虎 92年亚洲杯赛在日本举行 半决赛中日本队击败了施拉普纳率领的中国队 决赛中又以1比0击退沙特队捧得冠军奖杯 如果说当年夺冠受益于东道主的地位的话 今天的情况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了 四年来随着日本职业化足球联赛的开展 日本的足球水平以惊人的速度提高 现在的这支国家队实力更强 曾在意大利甲级联赛中锤炼的三浦之良 仍是队中的第一球星 这位射手绝对属于亚洲的顶尖人物 其他年轻的选手如原国奥队的前缘真胜 穿口能活也已经在队中挑起了大梁 日本队的特点是低强凶狠 攻防速度快 进攻多打中路渗透 近来日本队多次与欧美强队交手 5月份的麒麟杯上 他们击败了南斯拉夫队和墨西哥队 近年来先有交手的日中两队 肯定会有一场恶战 对于来自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队 给人们唯一的印象是来自94年的广岛亚印会的足球决赛 在那场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队唯一的较量中 乌兹别克斯坦队一开场就给了中国队一个措手不及 最终以4比2取胜 乌兹别克斯坦在亚洲杯小组预选赛中走了一回钢斯 首战他们以0比4败给了塔吉克斯坦队 然而在主场作战时他们又以5比0捞了回来 这其中的奥秘在于该队中有多名在俄罗斯和东南亚一带效力的高水平球员 在第一回合的比赛中未被召回 而这些球员纷纷归队参加亚洲杯 使得球队目前正处于高水平的阶段 他们中的一些人正是在广岛夺冠的主要功臣 西里亚队打入亚洲杯决赛圈似乎是一个冷门 他们与卡塔尔队和哈萨克斯坦队同分在第7小组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 4场比赛他们仅在客场0比1赋给卡塔尔队 其他三场均取得了胜利 不过只要回顾一下近期的历史 就会发现叙利亚的崛起并非空中楼阁 94年在雅加达叙利亚青年队击败日本队夺得亚青杯 两年后的今天 当时的小将们已经成为重粮之才 尼奥伯西私职中场担当其组织大任 穆罕默德迈迈吉成为风险尖刀 贾巴尔则恶守中路防守的要道咽喉 对于叙利亚队来说 缺乏国际大赛的经验是最致命的 或许我们在观看了他们与日本的首场比赛之后 就会寻找出对付他们的办法 在未来的20多天里 在波斯湾畔以阳光沙漠和石油著称的阿拉伯大地上 亚洲杯的迷雾会逐渐从我们眼前消失 谜底也就在这座现代化的体育场里